大家好,我是圆圆,欢迎收看健康心经 许多中老年男人应该对腰酸背痛,眼花耳鸣,腰细酸软,经历不济等症状并不陌生 其实这些往往都是肾不好的信号,肾是先天之本,是我们生命的原动力 肾气不足,身体健康,迟早亮红冬 而肾气充沛的人,头发乌黑浓密,骨骼,牙齿坚固,精力旺盛,手脚温暖 腰背,腿脚都有劲,头脑清楚,记忆力好 这些都是我们长寿的基础 因此,无论男女都要补足肾气,分享一个简单小动作 大家记得点赞收藏,方便你日后学习找到 拿出感情棒,手握两端,我们来磨一磨脚底的用全学 来激发肾阳,我们用感情棒来按摩脚心 比右手来按,好处有很多 首先会更方便省劲,而且感情棒突起的冷 可以起到很好的足底按摩的作用 可以把力度更好的渗透进去 涌泉是肾经的起点,熟灯好这一处,肾气自然更成足 其次,我们用感情棒来按摩脚底时 可以省去每次都定位的麻烦 只要沿着脚掌从上往下刮就行 控制好力度,不要过轻或过重 两只脚每天各刮三至五分钟 既能疏通肾经,补充肾气,提升肾脏功能 还可以改善腿脚冰凉乏力的问题 让你腰好肾气足,手脚温暖睡得香 好了,本期的养生知识就分享到这里了 下面我就要从福利给大家了 也是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如果不知道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食用茶饮 大家可以关注老师,咨询老师,老师会为你一一解答 喜欢就点个关注吧